问题是这个程式真正的细节是怎么执行的 各位有没有追踪过 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追踪 这里在侦措的地方有一个逐步执行F11 那我们就按F11来执行一下 好一开始当然是从main进来 那接下来呢继续按F11 跳到P1等于NewPerson1 大雄无始 接下来呢 F11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下面来了 看到吗 他跑到下面来了 跑到下面来这一个 Person1 跑到这里来 有没有他把name设成pname 那这时候name应该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下面其实他 这边有一个自动变数的地方 他都告诉你name现在是大雄 pname也是大雄 pweight是50 但是weight呢 目前还没有 我怎么知道还没有 因为weight现在是0 可以看得到吗 加上f11 加上f11 weight变成50了 为什么weight变成50呢 因为我把weight设成pweight pweight是50 所以weight当然设成50 好再来f11 回去了 因为这个函数执行完 请注意new 后面这个东西 person1也是个函数 这个叫做建构函数 再来f11 进去 又要建一次胖虎 又回来这里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不同的物件 而且我呼叫了胖虎的 这一个物件的建构函数 好 他又再做一次 这个动作几乎一样 只是他设成的是胖虎80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p1是谁 是大雄 p2是谁 胖虎 这样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p1是大雄 p2是胖虎 OK 那再来 继续执行 按f11 跑进来了 这时候跑进来 他会印 console.write name 那问题是这个console.write name 这一个物件到底是谁 现在的person1是谁呢 现在的person1 你仔细看一下这个lis这个变数 lis就是指这一个 目前的物件 lis这个变数是大雄 所以现在的person1其实是大雄 进去 weight 小于70 因为大雄只有50公斤 所以小于70 所以 他印出很苗条 就跳出来 好 这是 大雄的check weight 接下来 胖虎的check weight 也是一样 进去胖虎 所以他印出很稳重 因为他80公斤 好 接下来呢 我们 偷偷的把 胖虎的 体重改成68公斤 代表他减肥了 接下来呢 进去 还是大雄 这时候大雄 当然还是很苗条 因为他只有50公斤 接下来又变胖虎了 胖虎这时候变苗条了 因为 他几公斤 68公斤 你可以看到 现在是胖虎 68公斤 好 按fc 结束 OK吗 所以 现在请各位 做跟我一样的事情 去把这一个程式 一步一步追踪了 看他怎么执行的 OK吗 那 那 我们就把画面切回去 给各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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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